高昂的交通费和参费一直是贫苦学子的困扰 位于马来西亚学兰德州的斯里沙登国中 15名学生在慈激幸福校园计划下获得参费补助 另外16人获得交通补助 阿斯拉是其中一名在幸福校园计划下受惠的学生 来自单亲家庭的她连续两年的补助 终于让她可以专心上学 刑善共同推动 刺激志工传达的是刑善的概念 而校方将它化为行动 我已经建议我将会帮助苏西 在学校园中 因为我们在学校 我们将会帮助和做计划 成为计划10年 我们希望当我们回到苏西 参费与交通补助 改善学习环境 刺激和校方合作 启发无限爱心 也共同创造旧学优良环境 大海新闻 郭宏敬林燕军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